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热门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位历史巨播的故事 邓小平和蒋介石 邓小平以 让全国人民都中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味 口号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 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而蒋介石则在与毛泽东的对抗中 展现了他复杂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 最终不得不承认对手的政治智慧 在节目中 您将了解到 邓小平如何通过家庭联产成包则认质 改变了亿万农民的生活 带领他们走向富裕 与此同时 我们也将揭示西安事变的紧张局势 以及蒋介石对毛泽东的独特敬佩 这种情感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深意 准备好迎接这场历史的挑战了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历史热门栏目 本次为观众推荐的节目有以下几个 帮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 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和人物 一 邓小平 让全国人民都中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有侃业制作 来源及作者 节目由侃业原创制作 旨在探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 对中国农村经济的重大影响 内容概述与分析 节目详细介绍了邓小平 在上世纪70年代末 推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该政策允许农民承包土地 自主经营并分享收益 这一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节目引用了如安徽省小港村的例子 说明政策的成功实施 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激发农民的创业热情 不仅如此 邓小平还推行了一系列 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政策 促进城乡经济联系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节目的分析表明 邓小平的政策 使中国农村经济实现跨越是发展的关键 二 2024谍战剧内战风云十二 西安事变兵舰蒋介石 国共两党卧底暗中交锋 西安城内风起云涌 由谍公看片社制作 来源及作者 该节目由谍公看片社制作 是一部历史题材的谍战剧 内容概述与分析 剧集聚焦于1936年西安事变 讲述了张学良 由张家义氏和杨虎成 由秦海陆氏策划兵舰蒋介石的经过 节目再现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复杂关系 及秘密谍战 通过生动的角色塑造 观众能够感受到 历史事件背后的人性挣扎和勇气 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的解决 不仅改变了国共关系 也影响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该剧的历史叙事 为观众提供了 对这一关键时期的深入理解 三 蒋介石谁都不放在眼里 唯独佩服毛泽东 由Starsheak制作 来源及作者 节目由Starsheak制作 探讨了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 内容概述与分析 节目描述了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对抗 从国共内战到1949年国民政府撤台 蒋介石的军队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下多次失利 这让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智慧深感佩服 节目通过蒋介石的一些言论 揭示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反思 尤其是在毛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制作团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剖析 展示了两位领袖 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影响 提供了对政治领导力的深刻思考 这些节目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呈现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决策和人物 通过这些节目 观众可以深入了解 中国在20世纪所经历的变革和发展历程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政策和思想 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他的名言 让全国人民斗重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不解 体现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视 也展示了他希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愿景 70年代末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 农村经济问题突出 农民生活普遍困苦 邓小平认识到 只有通过改革 才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他提出的家庭联产成包则认质 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土地 极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收益 安徽小港村18户农户 在1978年的秘密协议标志着农村改革的开始 政策的推广 使得农民能种植经济作物 发展养殖业等 改变了生活 改革不仅限于农业 还涵盖了城市与农村的互动 邓小平鼓励农民进城务工 增加收入 这推动了整个农村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进程 他的改革促使农民组织合作社 形成了良好的互助氛围 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邓小平的改革精神强调 发展才是硬道理 通过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显著提升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事件 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发起的兵舰行动 迫使蒋介石改变了其内战政策 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共两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卧底交锋 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和紧张感 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行动 显示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这一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改变了国共关系 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位 中国近代史上的领袖之间的 复杂关系中 尽管蒋介石以其强势政治姿态著称 但他对毛泽东的敬佩 源于对后者政治智慧的肯定 毛泽东的革命策略和游击战术 在多次交锋中 让蒋介石感受到了压力 尤其是在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蒋介石退居台湾 对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和利用人民力量的能力表示敬佩 尽管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相对稳定 但毛泽东依然是他心中无法忽视的对手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关系 反映出在政治舞台上 敬佩与竞争 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自我反思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邓小平的政策改革 使得中国农村经济 焕发了新生机 他提出的家庭连产城包则认质 彻底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 使得农业产量大幅提升 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这样的一项政策 正如同小岗村的勇敢尝试一般 为全国各地的农村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模式 邓小平的远见着实 让亿万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受益 这种历史性转折是不容忽视的 楚天书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虽然邓小平的改革 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但也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很多农民进城务工 只能从事低收入 无保障的工作 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 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也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其中的不平衡与挑战 诚然城乡差距 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 面临的问题是个挑战 但邓小平的改革 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调整和改善的过程 正如他说的摸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的初衷 就是让人民看到希望 进而不断完善体制 通过改革 城市也在为农村的劳动力 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城市化进城本质上是双赢的局面 你的乐观态度值得称赞 但不能忽视的是 在改革开放之初 很多决策的实施 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政策 导致部分农民工 被迫在城市中生活在较差的条件下 甚至面临失业和歧视 这些问题 至今仍在困扰着城市化进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政策 都需要全面考量其长远影响 否则就可能出现新的社会矛盾 无可否认 任何一项大规模改革 都会带来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邓小平的政策 提供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机会 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则是后续需要不断完善的部分 国家近年来 在社会保障方面 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 包括医保、社保的扩展 都是在努力弥补改革 初期留下的空白 可以说 改革的精神 在于不断创新和修正 我们应当看到 政策所带来的整体进步 和未来的潜力 楚天书 你的乐观 让我想到盲人摸像 看到改革的一个面向 却没有看清全局 我们必须承认 邓小平的政策 确实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但解决城乡矛盾所需的时间 与努力远超出想象 正如历史上的每次变革一样 无法一蹴而就 我们需要批判性地 看待改革中存在的每一个问题 并在推进中不断调整与完善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真正的全民共赴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 推荐热门节目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不等于我们认同或反对原创者的内容 更不是对大家的行为做任何引导 同时 我们对原创解读未必正确 请大家去节目的原创者频道观看 请给我们这个节目点赞 打赏 欢迎大家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 请不吝点赞